大家我們歡迎Kate Hsien帶來的 Do I want to firmware security with firmware update DHSI 大家好 那今天來分享一下就是FWFD 與LVFS Ecosystem的最新的一些功能 那FWFD目前呢 是用來就是在你的電腦裡面 不論是Ubuntu Fedora 或者是你的手機 或者是Raspberry Pi裡面 都有FWFD這一支程式 那這個程式它 它是呢 用來專門就是自動的update你 設備上所有的氛圍 它只要找得到有support的 基本上它都會幫你update 然後在重開機的時候 可能會詢問你一下 你進到Norm Desktop以後 它可能會詢問你一下 你要不要update 你的氛圍 你的device 這些這些事情 那一旦呢 你按了Accept以後呢 它就會自動的 把你的 就是它所選出來的 呃 分位 比如說BIOS啊 或者是你的滑鼠的分位 或者是呢 你的 Navor Card的分位 它基本上都會自動的幫你update 那目前呢 我們對它呢 做 那既然呢 我們manage人這麼多的 這麼多的分位 那我們來想說 其實呢 我們可以藉由呢 scan整個系統上面的分位 version呢 來給使用者了解說 欸 它今天電腦系統上面的分位呢 是有一個 呃 存在什麼樣安全性的隱憂 那我們呢 把這個功能稱為 fwopd hsi 好 那 我是Cat 那 在那個github上看到 small energy都是我 OK 或者是gitlab上看到 hpa1 或者是small energy 也都是我 好 那目前呢我在redhead 那基本上這就是 我的工作的一部分 好 OK fwopd 以及nome control center nome control panel的其中 device security的maintainer OK 那基本上我 我 大家常用了一些 那個 camera library 比如說lib camera 那我也有參與其中 那 那 那 我enable了那個 iPU3的 呃 iPU3的camera camera OK 那再來呢我也是 bolt maintainer 所以呢 基本上sumball 在ersentication有任何問題的話 可以來問我 OK 那之前呢我也都是在 open source這個 這個 這個環境呢 呃 貢獻 我的knowledge 比如說onap open network automation platform 以及openstack 和save 好 那我們 呃今天呢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就是 欸我們今天 fwopd hsr 到底是什麼樣的東西 好 那我們之後呢會介紹一下 稍微介紹一下 fwopd 還有lvfs 這個ecosystem 因為 分位太多了 OK 滑鼠 這個 然後包含了 麥克風 現在很誇張 麥克風有分位 然後wacom 就是wacom 那個panel 它有分位 呃 邏輯所有的device 包含耳機 它有分位 然後呢 你買一個sunderbolt dock 上面有八個分位 上面有八個分位 好 那這麼多分位的話 你要怎麼去maintain 不可能 我們不可能說 一個open source的一個project 呃可以 呃可以收集這麼多分位 放到我們的repository 我們一定要有一個ecosystem invite這些vendor來 他們加入 然後 並且教導這些vendor呢 要怎麼寫他的plugin OK Enable他們update function 好 再來呢 那我們來看一下 什麼叫做hisi host security id OK 它可以對整個系統呢 帶來什麼樣的好處 那 之後呢 我也稍微帶大家看一下 Norm 你要怎麼從Norm desktop Norm control 呃 Norm control setting panel裡面去找到 device security panel 那這個panel呢 會把你整個系統的 就是一些firmware security的一些detail 那我修出來給你看 你可以很明顯的 很很快速的 在desktop環境裡面就看到 欸 你的系統發生了什麼樣的事情 好 再來呢 我們更進一步的跟 openscape ok openscape openscape 呃做整合 那也就是說呢 基本上呢 藉由compliance security compliance check的script 在check的時候呢 我就可以 呃 了解到 這個系統上的firmware 到底出了什麼樣的security的問題 以及呢 你要該怎麼樣修復它 好 最後是一個小小的結論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user為什麼不想要update他們的firmware 有沒有人想過這個問題 你有沒有想過 你要怎麼update你的firmware 有沒有人想過這個問題 來 因為每一家bender很突然 對沒錯 來 bloader ok 這個是這個是 這個是個大問題 ok 好 好 那基本上呢 你根本不知道你的hardware 你是ordinary user 你根本不知道你的hardware長什麼樣子 ok 比如說 呃我是一般人買了一隻iPhone 你 你會care裡面是什麼東西嗎 don't care 對不對 這裡面可能包含幾百個firmware bluetooth啊 wireless啊 wwwlan啊 輸入此類的東西 好 再來呢 如果說呢 你今天自己裝一台電腦 你要update這些device的話 你要一個一個一個 一個一個device 你要去每一家網站 好 ASUS啊 然後誰啊 blahblahblah那些 vendor去download他的firmware ok NVIDIA ok firmware 好 那 再來呢 你找到你的brand了以後 你的IC的brand ok 你的chipset的brand 你還要去他的網站去下載到他 ok 那這個網站呢 你去找到這個網站已經非常吃力了 你還要去填 你的serial number 你的什麼什麼什麼blahblah 填進去按 accept 結果你的系統run是linux 他給你的是一個Windows 的updater oh my god 對不對 好 根本沒有辦法update 好 再來就是呢 你要什麼apply這個update 就我剛剛講的 Windows的嗎 哦天啊 Windows的我要怎麼update 然後再來如果說是server的話 server的話download下來 他可能會透過 譬如說psme 或者是 Writefish update 哇 我又要再買 我又要再一條網路線 把那個網路接觸啊 或者是whalevel 諸如此類的東西 太麻煩了 所以沒有user希望 基本上買東西以後 沒有user 會去update他的firmware 再來呢 再來呢 the user不知道 他的firmware的secure security level OK 今天你拿了一個hardware 是個黑盒子 黑黑的 你看不到 他只是一堆binary 你看你那邊 放在那邊 你根本不知道他是什麼東西 OK 好 那 那 這個firmware呢 燒到你的device以後呢 可能他會改修改你的bios的setting 他可能是 他可能放錯東西了 他把你的secure book關掉 我要完了 你整台的 你整台電腦的security level 整個 馬上下降 OK 你根本不知道 然後再來呢 如果說你今天去一個很奇怪的區域 OK 比如說highly security 就是restriction的地方 敘利亞 OK 伊朗 OK 今天你坐在他的 機場裡面 你今天觀光完了很高興 我要上傳我的照片 坐在他的機場裡面 你 有人敢 連到他的 機場的 那個wifi嗎 有人敢嗎 你今天還不知道你的電腦 處於什麼樣的狀況 說不定你在飯店裡面 基本上你的 你的 你的 你的UEFI已經被 攻擊了 你根本已經被植入什麼東西了 你根本不知道 OK 所以說呢 你必須要立即的知道 你根本不知道 這個時候如果說沒有HSI的話 你根本不知道你的系統 是處於什麼樣的危險狀態 那 如果打開連上來了 那之後就只有爆頭痛哭了 好 那這個 那我們呢 propose一個東西 叫做就是 host security ID HSI 它非常簡單 它非常簡單 它只要呢 它其實呢 它只是一個數字而已 這個數字呢 可以給你非常多的 meaning OK 好 那 user呢 基本上呢 它可以只要透過 數字1到5 這個level 你就可以知道說 我的 電腦 目前的 security level 是多少 1是最基本的 一直到5 5的話 表示說你整台系統已經encrypt 而且沒有人可以修改你的firmware OK 1到5 好 那基本上呢 你要在機場裡面 你再去打那個指令去拿到這個數字的話 非常困難 所以呢 今天呢 如果說你run的是 none desktop environment的話 直接要直接打開setting panel 你就可以取得這一個 精美的數字 還有security的report 那 我們同時也跟openscape做整合 OK 那openscape呢 它可以定時的幫你做volubility的scan OK 比如說ovo oval 你的系統有什麼漏洞 那openscape會給你一個精美的report 那你只要把它修好就可以了 好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LVFS還有fwupd 這個ecosystem 好 那LVFS呢 是一群職工 或者是 那 這個它其實是一個網站 lvfs.org 那 進去以後呢 很多vendor 基本上都已經加入這個組織 然後這些vendor 他們會 貢獻 contribute他們自己的plugin 到我們的fwupd 並且呢 LVFS呢 會負責maintain 就是維護他們的femware 並且做出 做一些比較基本的security的check check完以後會給它一個 評證 那這個評證 表示說這個 這個femware 基本上是ok的 測試過的 ok的 configuration也正確 好 那基本上呢 也有發生過錯誤的時候 那基本上我們很早很早很早 早先 比如說Lenovo有一次 就是不小心推了什麼奇奇怪怪的東西 或者是誰誰誰不小心推了什麼樣奇奇怪怪的東西 我們都會即時的去alert這些vendor 欸錯誤發生了 好再來呢 fwupd它是一個mechanism ok 所有的動作我們都implement在fwupd 包含了femwareupdate femwareupdate的detail 比如說它透過spi啊 透過ipmi 或者是透過奇奇怪怪 i2c interface usb bluetooth 什麼樣 所有的做法都在fwupd裡面可以看到 好 那 重點來了 再來呢 我們還有一個feedback的管道 ok 也就是說呢 你今天呢 系統update完了以後呢 user可以決定說 你要不要把你update的結果feedback回去 ok 那我們就可以讓我們知道說 欸這個氛圍update成功了 而且 up and running correctly 或者是 沒有問題 ok 正常的 好 這樣子呢我們就知道說 欸這個氛圍是ok的 那基本上呢 其實由LVFS LVFS在預先檢查的時候 很多99%的錯誤基本上都已經去除掉了 ok 那可能只有1%的錯 update可能會發生錯誤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目前的下載量 ok 已經到99 million次了 ok 所以說呢 每一天下 以前到現在 已經累積了99 million次數的下載 而且呢 有270k 成功report回來 就是你要願意按yes report回來 另外 尼有成功的update的量 ok 那 Maintainer呢 它的contributor 它最主要的就是 它最主要的author 它他們家後面有一個counter 還有精美的counter 那它counter裡面有兩個數字以及日期 上面標明的就是 fw那個firmware下載的次數 以及成功下載機 那個成功update的次數 非常有趣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System Architecture 好 大概 它的System Architecture 會長這個樣子 ok LVFS 是一個基本上是 HOST在AWS的一個系統 ok 那所有的firmware都會裝在上面 那我們會經過fwmgr fwupdmgr 這個東西呢 我們會把這些firmware都下載下來 以後交給fwupd fwupd呢 會去讀取 會去呼叫呢 相對應的 相對應的plugin 把這些東西寫下去 ok 比如說寫到mouse 寫到 透過bluetooth 寫到mouse 或keyboard 透過ipmi寫到的bmc 或者是sarsarray的 controller 諸如此類的東西 好 那我們再來討論一下 什麼叫做 我們討論一下firmware security ok 那firmware volubility ok 那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呢 我們只有兩種公司 一種公司呢 他基本上 已經遭遇過firmware的攻擊 但是他知道 好 但是大多數 大多數的公司 第二種公司 他已經被攻擊了 但他不知道 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 那如果有fwupd hsi 他們就可以立即的 了解 立即的感知到說 他們即將有事情要發生了 好 那最著名的兩個firmware volubility 大概就是這兩個東西 ok 那基本上呢 這一種公司呢 他基本上呢 講簡單的 他基本上可能就是 幫你把你的efi換掉 中間插一段小程式 ok 那再用這個bloger efi的程式 這個區段的 惡意程式呢 再去產生 呃 比如說 比如說什麼樣的漏洞 whatever 或者是 create一個 惡意的程式 放在你的系統裡面 但是呢 他今天感染的是 uefi的區段 基本上 你沒有辦法 從userspace洗掉它 除非你重新flash你的 uefi ok 你才有辦法 那最著名的兩個公集 就是cve 2021 42299 surfacego3的一個 security bypass bypass secure boot 然後再來呢 就是intel m1 自己出的問題 ok m1 psme 發生了一些問題 但這個細節 我們沒有辦法得到 ok 好那這些公集呢 基本上 你沒有辦法從software update去得到緩解 他就在那裡 因為呢 你每一次開機 分位low進來 他就進來了 ok 好 那再來呢 但是呢 如果說呢 我們今天的 如果說 我們今天可以 就是每一次都monitor 我們的分位的version的話 基本上呢 而且適時的給它update 基本上 我們就可以避免掉 這樣子的問題 ok 非常非常的簡單 你只要把fwupdate run起來 定時讓它update 就可以了 好 那我們今天 進入到正題 它是 host security ID hsi ok 簡稱hsi 那基本上呢 它其實是一個 非常簡單的number level 1到5 ok 5的話 表示說呢 連你的rem encrypt的rem都 啟動了 ok 像我另外一台Lenovo的電腦 就是上面已經有 encrypt的rem 所以呢 雖然它還在工程模式 它永遠沒有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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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ss過test 但是它基本上是 hsi55的device ok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說呢 user看到這個數字 12345 它就非常有感覺 如果說我給你一串數字 我給你一串字 來說明你的security的situation 你會高興嗎 user會高興嗎 應該是不會 那如果說給它一個 非常簡單的數字 基本上 它馬上就會了解說 欸 它的系統發生什麼事情了 好 再來呢 security fwupd呢 會check你整個系統裡面 有分位的地方 好 比如說呢 分位的configuration 最簡單的你的pc 你的bios的configuration 最主要會check幾個東西 第一個是secure部有沒有開 第一個你的playphone key是不是對的 ok 再來呢 還有一些你的 比如說 還有一些什麼intel amt啊 iomnu有沒有開啊 基本上我們都可以把bios讀進來 然後看一下 這些setting是不是正確的 或者是呢 去看一下 linux kernel啟動了以後 這些device是不是正確的被configured 好 再來呢 一些hardware security的feature 也會被檢查 像是 比如說 encrypt的rem ok tpm 有沒有裝tpm 或者是呢 intel me的版本 對不對 因為intel me 我們沒有辦法去debug它 我們只能拿到它的版本 好 再來呢最簡單的 linux kernel的一些configuration 這是software configuration 這是software configuration 我們也cover到 那我們會看一下 欸這個 你的swap是不是encrypt 然後再來呢 你的kernel的dma的protection 有沒有打開 iomnu有沒有開 這些都可以 非常非常非常的 這些功能都非常非常的 可以保護你的資料 不會被偷切 ok 好再來呢 runtime suffix ok 當然呢 我們會有一些 untrust的platform 會 通過hsi的check ok 但是呢 我們會後面會給它一個 驚嘆號 所以驚嘆號表示說呢 欸 你的系統呢 有這個h 通過了hsi 某個level的check 但是呢 你的系統不是trust的 ok 好 那 如果有 今天 在場有裝斐兜蘭或ubuntu的人 可以打開來看一下 ok 你的系統是什麼樣子的 那如果說呢 呃 呃 你可以看一下 你的系統是hsi1還是 還是幾 1到5 呃 通常呢 你的swap沒有encrypt 你的secure bootdisable 那如果說你的kernel障障的 裝了奇奇怪怪的掃圖軟體 他 放了一些奇奇怪怪的kernel module 或者是你的系統呢 被安裝了一些 奇奇怪怪的kernel module 你不知道 你的hsi後面都會有一個驚嘆號 ok 好 這裡有問題嗎 好 沒有問題 那 那 那 hsi呢 通常呢 呃 提供了一個platform的security的validation ok 那基本上呢 這種設計呢 可以有一個非常的明確的 明確的一個 呃 index給user說 你的 你的 你的系統呢 在什麼樣的security level ok 再來呢 這個check呢 這個check呢 也非常非常的 方便 你不用對你的系統做任何的configuration 你只要把fwupd run起來 自然就做完了 在一瞬間 你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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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curity level 就已經被評估出來了 好 那 hsi這個index呢 通常對user呢 他基本上呢 他會 呃 有 有一些好處 ok 基本上呢 他可以測試一下 他upgrade firmware以後 不管是他手動upgrade 或者是他自動upgrade 這些 firmware以後 他的security level有沒有被影響到 ok 像是 如果說呢 比如說你download到 比如說 hp或者是denovo 他發行的一些 呃 他自己發行的一些 firmware 但是configuration錯了 你自己手動update完以後 你run一下hsi的check 然後你會發現說 你的security的level 會往上提 或者是往後掉 或者是變成0 這個時候你就發現說 你就可以發現說 你的 firmware是有問題的 趕快revert回來 ok 再來呢 你也可以再去 去 比如說 逛他商場以後 比如說去 呃 去hp啊 或者是其他比較大間的 notebook的網站 去買notebook的時候 你就可以跟他們講 我要hsi 在level級的let up 他們就會拿出相對應的model 給你 這是這是願景了 走了 他這就是願景了 OK estimated 現在要慢慢在推行的 後面這些大廠已經know 為了這件事情了 對 其實User希望一些比較高的 HISI的level 他們才想要買 OK 沒關係 他們其實已經是contributor了 他們已經加入了我們 不用 其實你只要 灌好Fedora 就知道了 沒有 他們現在還沒有揭露這個index 他們還沒有揭露這個index 但是你要去 分位 你要去 自動update他們的分位是OK的 然後你在你的系統run time 你就可以得到一個分數 對 OK 沒關係 然後再來呢 HSRI這個東西呢 他如果說for organization的話 比如說一些政府單位啊 諸如此類的東西 基本上呢 他們就可以用這個 HSRI的index 這個level 當做一個 他們secure 他們所需要的 所要達成的security level OK 好 那我們來 稍微看一下 就是 Norm 就是 Device Security Panel 那應該可以在最新的Fedora 得到 以及最新的Ubuntu 應該也可以 Ubuntu應該也可以看到 好 那個我們 有稍微爭論了一下 對 要不要把這個panel揭露出來 好 那 大家可以看到 那可以 可以從這邊 那你可以 你可以從這邊 得到兩顆綠綠的 得到兩個綠綠的 系統OK OK 那你的HSRI應該是1以上 1 超過1 就是綠色的 secure boot有開 也是綠色的 然後這邊會有一堆的event OK 這些event呢 表示說呢 你update完的分位 或者是 你今天去 手工改了 一些bios 敏感的setting的時候 這些event都會列在這裡 然後再來呢 如果說你按下這個button 它會把所有的log 產生出來 請你把它copy回去 哪些錯了 什麼時候改了什麼 什麼東西錯了 什麼東西沒有enable 你可以從那邊看到 拿到detail 那這個 這個以後呢 我們會 這個secure boot的這個說明呢 以後呢 我們會加一個 auto的 fix 就是按下去以後 secure boot都打開了 然後會要求你重開機 OK secure boot一定要重開機 沒有辦法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openscape和hsi 那openscape 基本上呢 它是 它是一個 已經在世界上 世界上其實 一個非常common的tool 裡面 implement了非常 compa implement了非常多 compliance的rules 那如果說呢 你的系統呢 通過這些rules的話呢 就可以說是 欸 我通過了nist 哪一個版 哪一個號碼的 security的compliance 所以呢 我的系統是 正 我的系統是安全的 好 那 它還包含了一個 auto remediation OK 那 openscape也會產生一些script ansible script 讓你去 直接的修理你的 修理你的 怎麼講 修理你的電腦 那這個script 跑完以後呢 基本上你的security的問題 一切都解決了 但是 呃 你還是要跳著用 好 那 這些security的components 這些rules呢 基本上都是由 government 或者一些security organization 所 比如說nist 所定義出來的 好 那 那我們今天 我們先今天也 設計了一個叫做hsi的東西 目前呢 我們正在 呃 大力的遊說這些 就是遊說這些organization 把這個hsi的標準 納入他們的consideration OK 那以後呢 可能就會 可以看到他們的發行版說 欸 比如說nist幾號 那 包含了分位 要在哪些版本以上 都會出現這些東西 好 那 基本上呢 我們呢 已經 hsi這個功能呢 其實已經 跟openscape已經整合了 那 code可以在 最新的1.3裡面 1.3點什麼的 版本拿到 那 如果的話呢 你可以從 fwpd的github裡面拿到 而且你也可以自 因為我們的hsi的rule 每個禮拜 每個月都會 都會有一點點修改 那 基本上這個rule呢 是可以自動產生的 所以呢 你可以在github裡面找到 產生的script 那你可以拿到 hsi的overfile 你用這個overfile 就可以去scan你的系統 然後呢 它會把report列出來說 你的系統 有哪些東西是壞掉的 OK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呢 呃 你會帶來什麼樣的好處呢 OK 那基本上呢 比如說 你的hardware version 你的firmware的version 以及hardware的configuration 有一些錯誤 基本上都會被列在report上面去 那 就是我剛才講過很經典的例子 BIOS update完以後 secube被關掉了 或者是 某某東西 encrypt的rem被解掉了 這件事情是千萬不可以發生的 那 update完BIOS以後 做一次openscape的scanning 所有的錯誤都會被列出來 你就知道說 這個氛圍發生什麼事情了 好 再來呢 它其實呢 這個compliance 當一些銀行 或者是 比如說 大公司啊 在購買一些hardware的時候呢 基本上 他們可以利用這個report 當作他們的purchase的一些 標準 OK 我今天買的系統 至少要透過什麼樣的東西 好 那 那 那 也就是說呢 有這個 有了這個report了以後呢 你就可以很輕鬆的了解到 你的系統到底發生什麼事情了 OK 小字到滑鼠 大字到你的 Intel ME 或者是你的BIOS setting 你都可以很清楚的了解 好 那 適時的也可以 使用我們的autoremediation 來維修你的系統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是一個report的範例 Openscape的report 它可以輸出成html的樣子 也可以輸出成一些json script 或者是json的format 或者是其他script的樣子 那基本上html是最好讓人了解的 綠色的是沒有問題的 OK 紅色是有問題的 中間字是我寫錯的 OK 不好意思 好 通常呢 我們也會把CVE列出來 OK 你會對應到什麼樣的CVE OK 這些CVE有一些蠻嚴重的 像這個是 這是Intel ME的 你看 ME出世就 1 2 3 4 5 6 7 8 8個 OK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之後呢 目前正在Walking的 目前正在Develop的一些新的功能 叫做HSI AutoFixing OK 當然也可以Unfix 那我們可以把呢 所有的Incorrect的Configuration 透過我們AutoFixing把Create回來 比如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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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說那個 Rollback Protection 就是 不讓你在 User的作業系統去Rollback 你的 你的 應該是 BIOS的Configuration 我記得好像是這樣 OK 那我們可以從這裡把它關掉 把它Enable起來 OK 諸如此類的維修 那 這些Fix呢 會包含了一些BIOSSetting OK 然後再來一些Kernel的Configuration 那我可以透過這些AutoFixing 把你的IOMU Enable起來 或者是把Kernel Lockdown 這些功能打開 好 那 那 這些Fix呢 它基本上可以 就是 我們現在 雖然說這些Fix呢 可以就是 我們可以寫死 在程式裡面 讓它做Fix 但是我們希望說這些Fix呢 可以是一個 比較有彈性的做法 所以呢 我們現在希望說 把這些Fix呢 全部移到Plugin去 那這些User呢 或者是 比如說這些 勇敢的Contributor們 或者是呢 或者是一些Vendor OK 比如說 Dell啊 HP啊 Lenovo這些Vendor 他們可以提出 推出他們相對應的 維修的方法 OK 修護的方法 所以呢 他們也可以 去自己 implement他們的 修護的方法 在Plugin裡面 這是我們最近要做的事情 OK 那 這個牽扯到一些 程式上的Architecture的一些 一些 一些修正 那 我們目前還在 往這個方向努力 好 那我們 最後 總結一下 那FW Upd呢 Ecosystem 和LVFS Ecosystem呢 解決了一些問題 像是 Firmware Update的一些 complexity OK 那大大的降低了整個 User的焦慮 OK 以及系統的安全性 那 FW Upd呢 HSI呢 它基本上提供一個 非常的簡單的一個 數字的level 讓User了解說 他們的系統的 分位security level 到底到哪裡去 那 比如說你今天 讓你呢 可以今天 勇敢的踏入 未知的 未知的疆土 打開你的電腦 然後 連上 某個人的 Wireless Wi-Fi 然後呢 基本上你了解了你的 系統到底是 處於什麼樣的狀況 不會被 攻擊 OK 實體的攻擊 大家還是要小心 好 那 HSI呢 你可以從哪裡找到呢 那 HSI目前呢 可以從FW Upd的指令 FW Upd MGR Security 很簡單指令 你就可以把你的 Security的 Event列出來了 再來呢 NORM的 Device Security Panel OK 這個是 這個 這個開發可以講一個故事 NORM device NORM不是說 你要 丟上去就丟上去的 我們 今天提出一個 新的Panel的話 我們還要經過了 UI UX 設計的 UI 那個叫什麼 UX Design的Review 這一關過了 我才可以開始寫 程式 這一關非常久 OK 而且呢 一直會被challenge 好 再來呢 OpenScape OpenScape compliance check 那我們可以呢 把這些 HSI所有的東西 列成了 整個check的rule 那 我們就可以 利用這些rule呢 把系統的弱點找出來 那我們也同時的整合FWRD 和OpenScape 讓User呢 和Organization 比如或者是政府呢 可以更了解他們的 系統的一些安全性 氛圍的安全性 好 這就是今天的報告 那 請問各位什麼問題呢 OK 好 那個 第一個 我有三個問題啊 那第一個就是說 那個 呃 忘記 拿到麥克風就忘記 我先 就是 呃 剛剛回到 欸回到上一頁一下 謝謝 就是說 HSI啊 它目前就是FWR update Demon 它是支援在哪個版本以後 然後 Gnome啊 它 如果要跟FWR update Demon 就是做結合的話 應該還是有一些整合性的問題嘛 然後 第三個就是說 呃 secure boot 那邊 據我所知 它應該要去 用FWR update Demon 去控制它 應該還是有一些 Kernel的 Subcision Dependency 對不對 舉個例子來講就是 Dale他們那邊 可能還是要有人去 update 對 這沒錯 這個我已經確認給你 比如說 Lenovo你要透過它的LMI才有辦法 它 它有一些Driver才有辦法動 所以 不是說 沒有聲音 OK 人聲 人聲 比如說它有一些Driver 才有辦法 你才有辦法 你才有辦法連到它的那個 Flash去 你才有辦法 才有辦法 assess它的NVRAM 不然是沒有辦法的 對 所以還是要有一些 他們得要 contribute一些 Kernel上的code Driver上的code 才有辦法達成 那FWWD從很久以前就有了 譬如說 二零 我也忘了 二零零幾開始 我是說 HSI的部分 HSI的部分 在 這最近幾年就有了 最近幾年 那 Norm Device Security Panel 是 應該是今年 可以確認是今年就有了 那 Fedora最新的 38就可以有了 就有了 37是比較 不要不要看我寫的37的版本 有點醜 對 對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就是說 呃 所以剛剛聽起來 它好像有一些 Messure Boot的東西嘛 對不對 Messure Boot Messure Boot 就是它可能會去量測 它開機的時候的一些氛圍啊 還是說它的 Bloader的一些Configuration 有沒有改 那它 裡面那些資訊 它是目前是 呃 被存在哪邊 因為我 的認知好像有一些是會由TPM去做嘛 那會存在PCR之類 那我只是想了解說 欸那這部分的 兩側它是 目前是由User Space去做 然後是會是存在哪 對是由User Space去做的 對 那 第二個 你剛才第二個問題就是 一些香港系統問題 基本上沒什麼問題啦 就是 它們都是屬於Norm的 Norm的Application Based on GLIB OK 現在是Gib 是 對 欸 我自己 自己寫自己忘記 好 沒關係 OK 那基本上呢 它們的所有的 communication 元件 比如說 Season D Gnorm的Desktop 以及所有的 這種程式 Demon 它們之間的communication 都靠Debuss OK 所以呢 只要有Debuss 基本上 我們都可以讓Data在上面流通 是沒有問題的 了解 對 那如果說各位想要拿到資訊的話 就是你的程式想要跟FWFD結合的話 你也可以用Debuss去直接連到FWFD 去跟它要Service 也是OK的 沒有問題 OK 感謝 OK 就是我剛剛聽到就是 有講到一個情況是 你的電腦的可能一些安全性是有通過 HSI的某一個數值 對 但有一個情況是你有那個數值 但後面有一個淨灘號 那為什麼就是 你有一個淨灘號可能 你知道是你有檢查到一些東西 那為什麼不要直接反映到數值上面 就是說要不要把它提高一個 或者是 應該說淨灘號代表什麼 淨灘號表示說 不是這麼major的事情 比如說 比如說Linux kernel 基本上每個kernel module都有sign過 它都有它的簽章在那邊 但是你今天 突然low進來一個我不認識的 但是你的系統還是可以懂 我不想說 因為這個tented的kernel module 然後讓你的security level整個掉到 比如說它可能是 它是某一家公司的 掃讀軟體 它是tandy的kern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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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但是 它是增加的security 所以但是它是增加的security 不會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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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啊 它可能是 它可能是 它可能是一個正確的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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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不確定它是不是 惡意的東西 所以還是給它一個淨灘號好了 標明成untrust 對 覺得這樣是比較好的做法 對 還有這個 大概有三個問題吧 第一個是那個hsi 這樣子的一個規格或標準 現在看起來只有 Ninense上面採用嘛 這是prod的這個project initialized的 所以它並不是一個 跨作業系統的標準 對嗎 目前還是在停留在fwupd 那目前我們還是在 對那些list 還有一些那些 那些機構做promote 對 所以那個願景說 未來透過hsi這個標準 在oen那邊可以直接買到這個 可能還是要 它變成一個統一的標準之後 比較有機會發生吧 對沒錯 是 好 那另外兩個問題 跟fwupd本身的 input也比較有關係 第一個是 它的scree level 剛才 那個有問到一個問題 就是marchable 這個東西怎麼做 我看它裡面有一些check-in 是check的 例如說 有一些分別的input 就像tpm 它可能 例如說marchable boot 做input是爛的 是有bug的 所以例如說 那個fwupd會check emptyPCR 等等之類的bug 對 然後會秀出來 那我好奇的是 以tpm為例子來講的話 tpm其實有兩種inputation 一個是burnway pass 一個是discreet tpm discreet tpm discreet tpm如果走 isqc 相對來講是比較不安全的 因為可能可以best thing 這樣子的一個東西 會不會在未來 有被當作一種安全的考量 訂到hsi裡面 有可能 這要看community怎麼討論 對 這還是based on 我們就是community 還有ecosystem之間討論的結果 對 那這個問題的話 你可以發一個issue在fwupd 是一個非常好的問題 是好 對 好 那最後一個問題是跟 是 對 好 最後一個問題 好 最後一個問題是 我有注意到fwupd的code裡面 有check 例如說intel csm-e的版本 然後他會去check是不是有cve的volumability 對 但我看起來他好像是hardcode的 對 那是hardcode的 沒辦法 那個 所以他為什麼不是做在eqlap dapps去check它的version 而是hardcode在code裡面 因為這樣會有一個問題是 就 如果有zero data的volumability 有些distro像ubuntu 可能就沒有那麼快的會更新到最新的4D 然後就不知道這個氛圍有security 喔 那個是跟那個package maintainer有關係 是 他如果知道有這個event的話 他就不會去update那個version 不會update那個version 到deb的那個package OK 對 基本上那是dependent on package的事情 那我們就是 就是upstream就是一直往前走就對了 OK 所以upstream就是基本上就是hardcode 這個有cve version的version 對 如果說之後我們還有一個計畫 把他拉到plug in去做check 那可能會 OK 雖然看起來是稍微hardcode 但是 我們可以改的就是 彈性會變得更大 這樣 好 謝謝你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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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ziękuję